女排3比0兵不雪任俄罗斯,朱婷元心悦都笑了,郎平年代智慧的微笑。 6月6日晚间,2018女排国家联赛江门战继续进行,中国女排最终3比0轻去俄罗斯队,终止了进来的两连败势头。 比赛第一局,中国队打得很顺,打到中盾后一直领先2至3分左右。 随着中国队朱婷大力扣球得分,以及元心悦发球造了对手接发球失误,中国23比19领先了4分。 俄罗斯队利用中国队接应不好,连续拿到2分,但中国还是率先拿到局点,24比21。 随后,朱婷一锤定音,大力扣球迫使对手接球失误,中国队25比21拿下了第一局。 第二局比赛,中国队又是很快取得领先优势,朱婷和颜妮连续报扣得手,中国队5比3取得领先。 但随后,俄罗斯队抓住了中国队一传有些混乱的局面,打出了一波赶超,反而8比6反超了比分。 不过中国队很快调整回了状态,将比分追成9比9平。 但随后原心悦和刘孝彤开始发力,中国队重新逆转,将分差一路扩大到了21比17。 最终25比19,中国队轻松拿下,已经2比0领先了。 进入第三局,俄罗斯队又开始持续犯错,在领先中国队2分的情况下很快被逆转,中国队一路将分差扩大到18比14。 中国队继续乘胜追击,但在23比16领先7分的情况下,被俄罗斯连续得分,23比17,23比18,23比19,郎平果断叫了暂停。 暂停回来后,中国队拦网失败,23比20,但俄罗斯关键时刻不争气了,发球直接出现了失误,24比20。 但中国队发球也输解,24比21,24比22,最后一球,中国队拦网成功,最终25比22拿下了对手,3比0赢得了一场完胜,在两连败后顺利拿下一场胜利。 赢球后,朱婷,袁新月和郎平都开心地笑了,特别是郎平指导,面带着智慧的微笑,显然,本届江门战的比赛,他顺利地实现了预期目标,何必锻炼新人,又不至于把自己全部的战术意图暴露给对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